第988集 游民族排位第49位 通天虫洞公司宣布游民族的排位 也让人惊议 该族果然强大 死了一位巨头 又死了一头古龙 居然还能有这么高的排名 哪怕该族被血洗 但是他们还有一位元族 在当日露出生命气息 正是还活着 所以依旧有可怕的竞争力 灵族排位54 这个排位下降不少 但是也让人侧目 不过倒也没有人怀疑 经过证实 灵族当年手持神灵化血翻 而霍乱星海的那位村仔 依旧在世 躲避在宇宙深处的未知地养伤 有他在 该族就不会衰败 天神族排位251 最终 天神族的排位也被公布出来 该族简直是直线坠落 从前十大一下子跌落到200多名去了 人们哗然 但是也能理解 理由很简单 这一战 天神族的应照 诸天级强者被打爆 一个都没有剩下 此外 该族的究极兵器也飞走不知所踪 他们还能排位这么高 只是因为有天神呼吸法 给他们时间还有崛起的希望 当然 我们没有将混沌中的天神功因素计算进来 不然的话 那就显得恐怖了 通天虫弄公司补充 宇宙中喧嚣 新的大势力格局形成 地球崛起太迅速 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一下子重归前十大 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他们还能提升排位会进一步靠前 第二日 一则震撼性的消息传遍星海 导致各族无数人疯狂 尤其是应照诸天级强者 几乎全部动身 要冲入混沌 闯进那片残破的宇宙中 混沌战神功出世 在残破的宇宙中出现 谁若是能够闯进去 便能够继承战神为 成为新一代的混沌战神 这则消息 震动宇宙 有应照诸天级人物 从混沌中逃出 带出这样的密文 他已经被打残 重伤乃遇 非常凄惨 他的状态 确实疯狂的 眼睛星红 到现在还没有从那种状态中摆脱出来 他的好友等数人 合理的压制他 终于让他震惊 从风魔的状态中退出 恢复宁静 这位强者惊悚 他一阵后怕 差点就此疯掉 沦为废人 只因被混沌 弥陀寺的一位老僧 尝试度化 且一声大喝 就导致如此 不过 他发誓所说的消息是真的 残破宇宙中沸腾 各路人马 包括混沌魔神 还有史前举授 全都在出动 冲向了混沌战神宫遗址 要闯进那座 巫上殿堂 这片宇宙中 许多人不是第一次听闻这座神宫 因为 但凡进入残破的宇宙 进鼓以来 一直都在听到 关于那片神迹的传说 别说是他们 就是宇宙中的哲仙窟 混沌神魔宫 弥陀寺 天神宫都在寻觅 从太古时期 一直找到现在 因为 一旦入主 意味着他们 顿时要超然在上 不说从此无敌 也差不多了 在残破的宇宙中 那些最顶级的大势力 为何如此超然 就是因为 他们的祖先 曾经继承这片古宇宙 残存下来的神威 从此之后 该族有神明坐镇 这才能长生不衰 俯视各族 不怕跟混沌中的巨兽开战 甚至 就是跟真正的混沌神魔队上 也能生死搏杀 不会因为 对方先天实力 太盛而退缩 比如 天神宫 还有弥陀寺 都是继续残破宇宙中 遗存下来的 古老神威而崛起的 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 皆大有来头 必须要去 如果能够夺到混沌战神的神威 从此以后 我们这片宇宙也有神明坐镇 毫无疑问 会成为星空下第一家族 第一道统 当消息传开时 别说应照朱天级人物 就是圣人都疯狂了 想要进混沌中 那片残破的宇宙 这种诱惑 但凡强大的进化者都会动心 没有人不在乎 这是真正可以让进化者超脱的无上果位 这种神威能够被继承 举夕是一团不朽的混沌之光 能够跟自身融合 从而得到神威 滋养自身 迅速地突破到至高领域中 师父 你真要离开啊 你只是在生人境界 跟那些应照朱天的老怪物没法比啊 某一颗星球上 一位中年人呆忧 必须要去 那里有大造化 无论是谁 只要继承混沌战神威 都能立刻超脱 从此疲逆整遍宇宙 可以跟弥陀寺 使前巨兽分庭抗礼 混沌中的石魔殿 哲仙哭等 都是这样形成的 祖先得到神威 而后地位超然 让四方臣服 这种事儿 让各族眼热 有神威传承 有能匹敌混沌中 终极道统 弥陀寺 混沌神魔宫的能量 谁不动心呢 就在这当日 应照朱天中的半数人物都消失 冲向了宇宙边荒 而后 闯进混沌中的古老世界 全天下强者闻风耳动 连圣人都在启程 赶路域外故地 这种传承 不一定靠实力获取 运气也有很大的关系 此刻的地球上 人们也在关注 残破宇宙中的惊天大事件 但是更为紧张的一件事儿 却是关于夭夭的复活大计 按照圣诗 明书所言 只要能让夭夭真正的活过来 地球上哪怕立刻减少一位 应照朱天级高手都愿意 依照他们两人所言 就从未见到过 比夭夭更绝眼的进化者 有他一个人 就可以傲视同级所有对头 只要他能应照朱天 什么敌人都不怕 皆能横扫 可以想象 他们对夭夭多么的有信心 因为这是打出来的战绩 当年星空下第九位横叛逃 星空下第三夭夭的未婚夫 也远离而上 上古地球年轻一代 只靠一个夭夭之城 就杀得宇宙各族年轻一代大败 那个时代 因为他实在惊艳 战绩爆棚 让各族高层都震动 前十大年轻一代 都被他打了个遍 哪怕有些族群没有进攻地球 但是他们的第一传人 他们族中的绝带天骄等 也都忍不住前去挑战 比如说 酒窍通天渡劫 无劫神体 大岩战体 神离金身 羽化神体等 全被他灭了一遍 为什么 那一代被称为黄金一代 号称最强大的一批年轻人 后世根本比不上 就因为各类体制进出 精彩绝艳之辈林立 每一族的继承人都太强了 有圣人等不信邪 在天藤之爹 进入精神场域中跟夭夭对决 在通缉下 被他杀了也不知道多少尊 当年相当震撼 以后再也无人敢挑战 复活 一定要恢复真身 明书在祈祷 楚风也很紧张 他也在期盼夭夭 完好的出现在世间 嗡的一声 寂静很久的 夭夭的执念 突然间光芒璀璨 刹那间 他身体凝敛起来 露出勃勃生机 金光普照 浓郁的精神能量弥满 最后 他像是一轮小太阳发光 照亮整片紫济山 震动虚空 嗡嗡作响 灵魂光芒闪耀 夭夭的双目疏得睁开 整个人透发出一股 让人颤唳的气息 让大黑牛 老驴等人心急 身体发抖 姐姐 你复活了吗 欧阳峰叫到嘴巴很甜 一脸渐渐的笑容 第一时间去拍马屁 一声太息传来 夭夭缓发着惊人的光彩 此时 他一身白衣遮体 秀发如朴 明眸好齿 红唇鲜艳 他风华绝代 圣诗也是一探 非常的遗憾 至于明书 起初险些哭出来 但最后又笑了 没关系 一步一步来 能有这样的结果 也知足了 最起码 瑶瑶肯定能复活 楚风看得明白 瑶瑶那一缕 执念 涅槃 延伸出一个完整的灵魂 他现在是精神体状态 他的灵魂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浅缺的是一具精盈的肉身 如果能够重塑血肉 那就完美无瑕了 明书说的对 只要灵魂完整 什么都不怕 这个世间重塑肉身 有数种方法 不至于再像以前 那么希望渺然 过去 瑶瑶需要的 酒鞘肚结花 天命果等多种大药 都只在传说中 才能出现的东西 找到一种 就需要漫长的岁月 而要集权 几乎不可能 圣师开口了 以灵物成素躯体 效果不佳 哪怕是神物也不行 不然的话 我去混沌中 帮瑶瑶抢一劫青莲 再速体魄 肯定能成功 可瑶瑶需要的是 最佳血肉之躯 需要她自己 真正的身体 那样将来 才能依旧可以 富士整片星空 只要瑶瑶的一滴血 就可以再速真身 可惜 有残血流下 但是最后都失去了活性 不能利用起来 我去找 这个世间有 浑血病生的传说 一定能让瑶瑶 真正的完整 在现世界 圣师加重了语气